嗨嗨 我是佩妮 今天我早上要來做紅豆餅 我最近很常看小高姐的頻道 我最近就做了很多饅頭 然後蔥花捲 黑糖饅頭 還有做扯麵 都超級成功 但是我饅頭有失敗過好幾次 就是因為天氣的關係 然後發酵的不是這麼的成功 我們家太熱了 然後開冷氣 冷氣也吹不到廚房 所以廚房的溫度一直都是很熱 所以我的饅頭就有點發酵失敗 就是發得太過頭了 那我今天 因為我們家沒有紅豆餡 所以我昨天因為很想做 真的很想吃紅豆餅 我就到我們家附近的小店 去買了紅豆的餡 它是長這樣 它其實就是像紅豆湯那一種 看它的食譜應該可以做個 五顆或是六顆吧 今天等一下要來做個運動 因為它這個要做蠻久 這紅豆餅要做可能到 開始到完成應該要個三個小時吧 我猜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我的龜背玉 我今天想要繁殖它 因為它那個 我的龜背玉現在裡面有一點 太多葉子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養分不夠 所以我就上網看了一下 想說好吧 那就把它有一些剪出來 放在水裡面種 我最近就是發了小高姐的食譜 真的它好厲害喔 而且我每次做都有成功 但是因為它的量都很多 所以我上次的蔥花卷 還有今天我想做的紅豆餅 我都把它的所有材料砍半 我就自己把它這樣子記錄下來 我的這個食譜 完全就是照抄小高姐的影片裡面 所分享的食譜 我只是把所有的食材的量都砍了一半 因為我自己真的吃不完 它做了大概十幾個 我這個的份量可以做六個左右 先把所有的料都弄成一個團之後 就可以靜置二十分鐘 靜置二十分鐘的同時 我就可以來做瑜伽 我最近因為都在家裡面坐著 然後我就覺得筋骨很硬 所以我比較時常會先做伸展的運動 這個伸展的運動大概是十分多鐘 剛好做完之後就可以再繼續揉麵團 時間到了之後加入一點油 再把它揉成一個更完整的團 之後再發酵一個半小時 在發酵的同時我要來跟大家分享我的龜背玉 我覺得它長的有點太多了 我不曉得這樣子會不會影響它其他葉子的生長 所以我想要把其他一些可以剪下來的 可以割下來的放在另外一個花瓶裡面 放在花瓶裡面我可以去繁殖它 也可以當做一個裝飾放在家裡其他的角落 我上網看了一下我發現要拿很利很利的刀 或者是剪刀一次性把它剪下來或是割下來 這樣子才可以保持它的完整 剪下來就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少了一些葉子看起來也比較沒有這麼雜亂 一個半小時之後就可以來排氣 因為已經發酵完成 現在這個步驟就是把它弄成一個一個餅的形狀 然後再把紅豆餡料包進去 我這邊大概是做了五個 可是我發現我之後做出來有點皮太厚了 我覺得這個砍半的食譜應該可以做個六個 或是七個會比較剛剛好 我吃起來皮太厚了感覺餡料太少 皮太厚所以之後可以更改一下 把皮弄得薄一點餡料再放多一點 因為我不是很會包這個 所以一開始包的時候就覺得好像剛剛好 結果煎出來吃之後就覺得好像有點太厚了 我覺得做麵食真的還蠻療癒的 尤其是在用這個一顆一顆的時候 就發現欸它真的好可愛好完美 面皮很光亮看到這個時候就會覺得好像蠻成功的 心情也會跟著很好 用完之後又要再鬆弛個半個小時 或者是15分鐘再拿去煎 我看小高姐說你可以加油煎也可以不加油煎 兩個都可以吃出來的口感會比較不一樣 如果用油煎的話就是稍微油了一點 但是油的真的是好吃很多 耶我做好了 但是這個的餡比較少 然後其他的餡還蠻多的 我有一個包了很多 差點爆出來 哇超級好吃 欸可是我的我覺得我可以再多弄一個 或是兩個 因為這個皮有點太厚了 可是很好吃 天啊 好棒喔 很滿意 第一次做很滿意真的 皮有點厚 所以下次我就再多做個兩個 如果是這個比例的話 多做兩個就很好吃了 嗯 趕快拿去給我這樣子 OK所以我剛剛在看電視 好因為我剛剛吃了那個紅豆餅 我好像吃了大概一個半吧 那個其實飽足感還蠻重的 所以我就想說現在已經 欸兩點多了耶 欸沒有一點半 看錯 我也沒有很餓 就是想要吃點東西 所以我想要泡這個湯 然後我想要來沾我自己調的這個醬 它其實有點像是 就是五味醬 反正裡面就是香菜 蔥 大蒜 然後放了一點辣椒 油跟醬油還有醋 醋 就這樣 拌在一起 海鮮大餐 這是老家炒的 看起來就很不錯耶 OK我們吃完飯了 然後我們晚上完全沒有吃任何澱粉 那干貝其實蠻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只是在家裡煎干貝真的是已經非常 不明智的選擇 因為那個油煙就超級大 雖然說真的蠻好吃的 唉唷小可愛 等一下要來打個麻將 現在來打嗎 要嗎 我最近因為又把麻將桌搬出來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都沒有找朋友來打麻將 然後前兩個禮拜開始就是 呃 有開始打麻將了 所以我們又把桌子搬出來 然後有時候我們現在都會在家裡 兩個人自己打麻將 打兩個人麻將 還蠻好玩的 那我們現在打麻將吧 Let's go 老賈 他是很新很新 新手 也沒有到很新啦 他現在可能已經 大概知道怎麼算台數 打牌也打得比較快了 就是會記得要知道要怎麼玩 但是我是想要訓練他說 可以打快一點 然後知道哪裡拿牌這樣 沒有做什麼 可以剛剛去 專家嗎 知道 你也想要做 你也不知道 知道嗎 你也知道 你也想要做 下一張 OK 我們剛剛去遛狗 然後順便拿了包裹 我買了衣服 然後 我真的很不適合穿這種太花俏的 然後等一下來試穿別的 剛剛還拿了別的包裹 我們家住進來住這麼久 終於買拖鞋了 每次朋友來我都覺得很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地上有狗毛 然後這裡面有六雙 要換新的洗澡的臉膨頭 因為我臉過敏 所以我現在又買了一個 就是這個filter 我們之前有裝過 可是因為它真的是每兩三個月就要換一次 而且那個filter還不便宜 所以後來我皮膚好一點了之後 我就沒有再裝 但是我現在皮膚整個大過敏 所以受不了 還是裝一下filter好了 一個新的臉膨頭 這個是大樓本身就有的臉膨頭 可是我們自己有換過自己的 可是那個也用了很久 是老甲從他自己 之前自己家帶來的 但他那個用了很久 我覺得裡面蠻髒 然後有一點堵住 我們就換了新 想說換新的臉膨頭洗澡 然後我現在這邊 目前擦了兩天 好一些些 可是這邊邊還是有一點點癢 我覺得只要一悶 然後一戴口罩 就會蠻不舒服的 所以現在就是 我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因為很多人推薦我用 禮膚保水這個牌子 昨天收到之後 現在今天第二天使用 所以不知道到底會之後會怎麼樣 我感覺好像 看鏡頭 現在這樣看好像我皮膚還蠻亮的 可是只要一拉近看 這邊其實是很紅的 但我覺得已經沒有這麼紅了耶 對 所以到時候如果真的好用的話 我再跟大家講 因為我的皮膚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薄 因為我平常就算沒有過敏 我也都是可以看得到我臉上的紅血絲 你看我黑眼圈就知道了 我今天 我的黑眼圈是有遮掉一點點 我平常就是因為我不管什麼時候 任何時候沒有化妝的話 看起來就很像吸毒飯 就是黑眼圈又很深 臉的紅血絲很多 還蠻可怕的 所以我自己都還蠻常會就是盡量一定要化妝出門 不然有時候真的會嚇到別人 不是說真的皮膚不好 是因為我皮膚太薄了 我的紅血絲真的很明顯 這樣看起來好像又還好耶 鏡頭是不是太完美了 對 今天大概就這樣 現在要來拆包裹準備 弄好之後啊 去洗個澡 因為真的油煙太重了 整個頭髮都是油煙霧耶 天哪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下個影片見啦 拜拜